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,我是廖維林 歡迎收看七月二十二號 星期日是粉林新聞 風台的煙花,目前是步步挖到台灣 為了劃外圍環流所帶來的貨水 會造成營水的狀況 今天塞禮菜区的農民是都很早起 趕快來採收菜 它是對風台要來的影響 沒前的菜價是有的一點點 不過這對五月粉 劇情新聞以來所作成的順勢 農民是感嘆,步步落桌 採用減卡布班的煙花風台 距離台灣是剛來入境 讓農民一頭早就趕緊動員來採收青菜 也因為整個塞禮菜区 這時候都趕工採收 甚至有採訪是發生叫不工的狀況發生 你們現在在創什麼? 創菜啊 為什麼現在在創菜? 叫不工啊 現在風台要來還是創這個採頭? 要創起來跟風台差一點 對啦 那也叫不工 5點就採了 5點就開始採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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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什麼要這樣? 這樣那個菜 比較不會冷氣 不會冷氣 對啦 採水 現在風台要來有關係嗎? 有啊 有啊 這裡拍他啊 事連演員會風台不正法佈料上經報的機會不管 不過為了拼片外衛款流數大來大火 會造成營水的狀況發生 今天在創菜区的農民是冠軍採收青菜 鄉親也因為想到風台要來有出現春美青菜的狀況 也造成無情菜区是稍微提醒 不過為5月分級前新聞以來 菜区一直都真不好 他們處動民也是感嘆 就算是這家的計劃去 也是補補多少 對 是因為颱風天有多割了一些 就是怕颱風天來的話 怕風雨多少都會損壞這樣子 疫情多少都影響蠻多的啦 差不多少了 少的部分應該差不多2、3層油吧 5、6、30塊一斤就5塊、6塊、3塊 就是這樣不夠成分啦 甚至還要加什麼? 所以清桌火啦 還有那種運費都要出啦 變成農民的要拿出來 沒有他拿也沒有啦 根據中央企業法佈的消息 鴻火鴻台本身可能拿走歐百瓶石 對台灣的影響是大大關係 不過也是要注意 外國環流所帶來大量好水流 記者臨破營 蔡陽報道